一連下著好幾天的雨 現在終於出了大太陽啦 於是我們往南出發 準備出遊去啦 今天的影片是由Insta360所拍攝的 畫面上會有一點點的銜接感 因為它是360度的相機 也是我們新買的設備 那我這次意外的發現 它用在車子裡面 整個就很像在門碰碰車一樣耶 超有趣的畫面喔 從花蓮這邊出發開往193線道會經過 修國蘭西德這座橋之後呢 就進入了最美的那一段 每次我只要想往南走 幾乎都會走這條 第一個是哈 車子比較少一點點 比較沒有紅綠燈 那這邊有很多部落 但是開車還是要小心 不要開太快啦 今天會來看193線就是為了來看它鳳凰花蓮墨 那我本來以預期它會很長一段 它好像就是3公里左右 在95段到98段這邊 有興趣的之後 自己來的時候可以稍微停慢一下腳步 風景真的很漂亮 有興趣的looking 我現在的 left 那這邊呢 再往前走一點就看得到阿伯勒 就是在五六月的時候 也是他的滑稽唷 都來到了這一望無際的稻田之後勒 當然就是要玩空拍機啦 在花蓮市這邊的空拍都會有限制飛行的距離 有些地方甚至是不能飛行的 綠樓花蓮市啊這種都是不能飛行的 所以我就想說玩完的話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可以練空拍 其實空拍我很不熟悉 也是到今年才開始認真的學習 那這次就發現我們在盤旋這塊 就是技術有比較穩定了一點 那也還有不小心拍到了漂亮的倒浪 真的超美 在這邊我還開啟了FTP的模式 就是開啟之後就發現我的3D暈 今天讓大家整個就是 頭腦混帳了起來 連我自己都覺得我搞不清楚方向 這還要再度練習 那這段影片會很暈喔 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那就這樣啦 如果說你們喜歡這支影片記得按讚 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然後告訴我你喜不喜歡它 一定要留言跟我說 給我一點動力吧 謝謝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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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